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院讲师 Jason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Android GIS开发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内容是LBS基础开发 那么在开始讲课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两个基础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呢就是GIS 什么叫GIS呢 GIS的全称是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它是一门融合了地理学、地图学、摇杆科学 以及计算机科学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那么也有些人把它当成是一种工具 是什么工具呢 它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一种工具 它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建模和处理 简单的说就是对地球上存在的现象和发生的事情 进行尘图和分析 第二个概念呢是LBS LBS这个概念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 LBS的全称是Location Based Services 又称定位服务 是指通过移动中端和移动网络的配合 确定移动用户的实际地理位置 从而提供用户所需要的位置与相关的服务信息的一种移动通信 与导航融合的服务形式 其实啊 定位服务这个概念呢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陌生 就像我们平时坐车 车里面的一个车载导航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这个车载导航上面记录的信息 就有我当前的我们当前的一个位置 以及我们目的地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去到目的地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位置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定位服务起到的作用 就是不断的更新我们 在导航上面的具体的一个地理位置 从而呢实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 那么很多人会问 这个LBS服务 它究竟是如何获取到我们当前的位置 如何呢 是这么精准的 可以报到我们当前的一个地理位置呢 这个不用急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会跟大家慢慢的讲解 如何揭开它这副神秘的面纱 那么我们订阅服务的一些提供商 大家可以看到 有谷歌 百度 高德 以及腾讯旗下的搜搜 那么这几大服务提供商都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开发团队 以及一个技术核心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这一节要讲解的一个重点 回头呢 再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讲解 如何使用Google Map 以及Google Map API Key是如何申请的 那么作为LBS应用开发的一个初学者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尽快的去了解 如何去搭建一个LBS项目 以及呢 想知道这当中还需要哪些步骤 尽量的去找走一些弯路 很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是围绕这个 在使用安卓自带的地图之前呢 我们必须到Google的一个开发者中心上面去申请一条Key 那么这条Key代表的意思 APP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 好了 事不宜迟 那么我们赶紧进入正题 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当中 输入Google开发者中心的地址 点确定 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要求我们使用Google账号进行登录 一看到这个界面呢 就有一个提示要告诉大家 就是在使用我们Google API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拥有一个Google账号 那么这个Google账号呢 大家可以登录Google的网站 上面去申请 也可以使用手上拥有的Google的Gmail账号 时间关系呢 这个地方我就使用一个 已经申请好的一个Google账号来进行登录 好了 进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页面当中呢 这个地方我已经创建了 有一个Project在这里 这个Project的名字叫 ApiProject 那么点击进去 进来之后呢 有一个地方需要跟大家提醒的 这就是第二个要注意的一个要点 就是必须先开启 谷歌地图ApiKey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入口呢 在哪里呢 大家看到我的操作 选中左边栏的Api这个选项 点击进去 在右边出现的这个列表当中 找到谷歌 Map API OK 大家看到 它现在的状态是关闭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开启 OK 开启了之后呢 它就会在我们这个列表顶头上面显示 然后并且显示出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是开启的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ApiKey的一个申请 点击左边栏的 点击左边栏的水项 大家看我操作 好 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在这个页面当中 还没有申请过任何的ApiKey 那么这时候 我们点击Create New Key Android Key 好了 在弹出来这个页面当中呢 它提示我们 要申请这个ApiKey 必须要得到两样信息 一个呢 是 数字签名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包名 这时候大家就纳闷了 有人会这样子说 那么我们这个数字签名从哪里获取呢 如果英文好的朋友呢 他可以直接在上面找到答案 那么 在上面告诉我们 可以在命令行当中输入 输入这样子的语句来获取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地方我教大家一个更加快捷简便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当中是要用到我们的Eclipse 这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Eclipse 选择Window菜单 选择Window菜单 选择Reference 大家看到在AmgerBuild这个水项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 顶八状态下的一个数字签名 那么这个数字签名 我们进行复制 这样贴过来 那么这时候 它会出现红色的提示 那么这个提示是提示我们 还要继续输入一个包名 包名是如何获取的呢 那么这个包名呢 其实就是使用我们即将创建的这个APP 地图APP的包名 那么同样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Eclipse里面 你有一个project 选择AmgerApplicationProject 这地方输入 我们想要报名 一路点下一步 那么这时候就创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Page文件 看到上面一个package 这一栏 那么这一栏也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包名 那我们将其复制 放入到 这个文本框当中 用分号来隔开 大家看到 刚才红色的警告已经消失了 表示我们的输入 输入的数据 输入的资料已经正确了 这时候点Create确定 OK 很成功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API Key已经生成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节课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申请API Key 之前我们必须自己先拥有一个谷歌账号 那么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这个谷歌开发者控制中心之后呢 我们必须将我们要使用的对应API Key 进行开启 这个服务进行开启 假如说我们这个服务没开启的话 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 那么即便我们下面使用了正确的一个API Key 我们也无法获得到它的这项服务 也就是在地图上面无法显示出地图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在申请这个API Key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数字签名是如何获取的 以及它的包名是如何获取的 好了 只要大家记住好这三点 这三个要点 那么这节课大家就算学起来了 好 我们这节课就算到这里 感谢大家 再见